在上午10点多 市民代表去到新吾区市级农业 果梳绿色防控示范区 在大棚种植区 可以看到各式梳果都长得非常好 不单有小青菜、毛白菜等新鲜叶菜 还有草莓、火龙果等应贵水果 负责人和记者说 与普通梳果大棚不同 眼前这个大棚配置了智能化系统设备 只需要一部手机 就可以全天后监控农作物的生长 精准调整种植环境 比如说我们要开启风机 散热的可以通过手机控制操作 包括顶上的膜、地上的喷罐 食肥、浇水都可以通过手机控制 据介绍 在物联网远程控制下 大棚种植全程无人职守 设备检测到异常情况 会自动触发智能报警系统 安全又安心 通过精准调节作物 适宜生长的环境参数 亦可以促使作物早熟增产 增加农户收入 而且科技化非常明显 包括通风系统 温度的感知 包括热灶的时间 给我们的感觉是很危险 在距离大棚无几远的农田里面 智能监控和全感设备 全天候工作 科技感满满 这边是一个我们的重庆测报系统 它每隔一个小时会拍摄一张照片 把病虫害的一个情况实时地上传到我们的系统 以便专家进行一个比对 同时呢 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小型的气象站 全天24小时不间断地会对农场的一个天气情况进行一个监控 这片188某高标准智慧农田 总共设置了87个全感器 负责收集温湿度 土壤水分 二氧发泛等数据 这些数据会实时传输到智慧农业云平台智能控制系统里面 技术人员就可以通过控制中心大屏幕 随时查看农作物的生长情况 远程控制对土地进行高效精细化的灌溉 检测到数据以后 后台会对数据进行一个比对 我们所有的数据都会设定一个上线和下线 等到数据到达一定的预值以后 系统会自动进行一个报警 就比如说我们的水量 水量不够的话 大盆内的湿度会过低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操作系统 对整个环境进行一个补水的操作 下一步街道还将依托新一轮 1200畝高标准农田建设 打造数字农业应用展示大场景 另外深化数字赋能 托宽升级种植技术 作物销售渠道 为农户增收增产开辟新路径